等地时间3月2日 匈牙利总理沃尔班接受瑞士主流媒体《世界周报》时称 欧洲需要一个不受美国影响的军事集团 他认为美国正在把欧洲拖入一场无法取胜的冲突 甚至有可能引发一场全球战争 解决方案将是建立一个只有欧洲的北约 沃尔班还透露称 他曾在核无冲突爆发前从俄罗斯总统普京处获悉 美国已经在罗马尼亚和波兰建立导弹基地 北约很可能扩张至乌克兰和格鲁吉亚 并再次部署武器 这一情况让俄方极其担忧 这也是为什么普京会变得难以入眠 据匈牙利政府网站消息 欧尔班在接受《世界周报》时 谈到了核无冲突对匈牙利及整个欧洲的影响 匈牙关系 它与普京的私人关系等一系列问题 我们主要受到欧盟对俄罗斯制裁的影响 这些制裁推高了欧洲石油和天然气的价格 欧尔班说 在匈牙利 我们最近在工业领域取得了巨大进步 为此我们必须进口所需的能源 这在2021年使我们损失了70亿欧元 在2022年这个数字已经达到170亿欧元 欧尔班还指出 在乌克兰的匈牙利人会被乌军强行招募 完全有可能在战场阵亡 此前欧尔班在接受匈牙利通讯社采访时 还曾表示数以百计的匈牙利人死在 俄乌前线上了 在核乌冲突的立场问题上 欧尔班坚持认为匈牙利应该置身事外 他还表示 匈牙利已经受到了持续的压力 因为其他西方国家想通过一切可能的手段 把我们拖入战争 欧盟做出的决定更多地反映了美国的利益 而不是欧洲的利益 欧尔班称 在核乌冲突的问题上 如今美国才拥有着最终决定权 我不怪美国人因为吃子就是吃肉的 不能指望它吃草 在他看来 西方国家如果真的希望乌克兰能实现和平 就需要表现出真正的渴求和意愿 这种和平意愿是当今时代所缺少的东西 至少在西方是这样的 同时他也认为 如果前美国总统特朗普 赢得了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 俄乌冲突或许就不会爆发 如果默克尔没有下台 也能避免这场冲突的产生 在谈及美国对匈牙利的影响时 欧尔班称 当民主党在华盛顿掌权时 我们会四处寻找掩护 他们总是想改变我们 就像布鲁塞尔的政客一样 他们想指挥我们如何处理移民问题 以及如何教育我们的孩子 这是很不尊重的行为 我们是一个成功的国家 我们正在为欧洲尽一份力 我们是大陆边缘城堡的守卫者 而这项工作却不被认可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期待看到我们的共和党朋友重新掌权 欧尔班表示 如果特朗普能重登总统宝座 他可以在数周内解决乌克兰危机